所以我剛剛已經把那個排序之後 然後再去刪除 不過我建議啦 如果你每次都要重抓 你在跑程式之前 可以把原來下載的工作表1 再複製一個 就不用每次都重跑 不然每次都還要再跑一次 我建議是 你如果不想要重跑 批次下載 因為可能會比較久 那你就可以先把工作表 先複製一個 然後再來跑 所以我們剛剛是先排序完之後 所以我這邊設中斷點 我把它下載 排序 假設這一行是排序 然後排完序之後 那我要刪的是2145 那我怎麼知道2145 因為我Ctrl向下 我是游標放B1 Ctrl向下 那我會得到2144 2144加1不就2145 那我怎麼知道另外一個數字叫什麼 6501 那6501怎麼來的 那我可以從A1有沒有 Ctrl向下 這邊就6501了 所以如果這兩個數字將來會變動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剛剛不是才寫過 所以我們其實這邊可以把2145跟6501 這兩個變成兩個變數 那首先這個的話 也許我把它2145這個變數名稱我叫R1好了 就是第一個叫R1等於什麼 那我怎麼取得 我就從B1向下追蹤 所以Ranch 然後B1向下追蹤 然後子從 點end 剛剛才用過 end 打個1 然後前刮幅向下追蹤就xDumb 然後抓到的列加1就可以點弱 加1 這樣就有這個R1指的就是2145 所以到時候跑 你會發現這個 如果跑這個的結果應該就是2145 那如果R2的話就是第二個 R2等於什麼 我從A1向下追蹤 我偷懶一下 拿這上面來改比較快 這邊不要加1 不用加1 所以我把它複製過來改這個A1就好了 換成從A1向下追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把這個程式暫停 然後向下拉 就是倒車 程式你向上跑一下 然後按F8的話 這一行跑完 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2145 沒錯 2145的 那這個是不是6501 所以我可以把R1跟R2放在這邊 那怎麼放 其實做法也跟這個前面的做法蠻像的 因為剛好它這個數字的前面 並沒有其他的字串 所以你就把它串在前面 串在前面的話 記得喔 先把它刪掉 然後移到雙1號的左邊 然後打一個R1 然後把AND 前後加上什麼 空白就可以了 R1 AND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601的話 剛好在右邊 所以把601選起來 然後移到雙1號的右邊 然後AND R2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 那個AND 前後呢 一樣要加空白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喔 剛剛的寫法 我是比較建議啦 你不要用寫固定的 因為將來知道 絕對不是固定的兩個數字啦 所以我一直強調 向下追蹤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印象中 我滿常會用到向下追蹤的列 的這個寫法 所以以後喔 這個恐怕要把它稍微記一下 最好能夠把它打熟啦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刪掉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刪 刪掉不要的列就OK了 那這一段程式碼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應該在這裡 一模一樣 就是第五頁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就增加號碼 增加號碼 我是跑個回圈就好了 所以這個我就直接 Ctrl C好了 直接放到哪裡 放到我們程式的第三段 所以第一個Sub 第二個Sub 第三個Sub的話就增加 1到6號 那1到6號的話 我就跑個回圈 我習慣了 藍就用追啦 向右就用追 向下就用I啦 就縱向的跟橫向 那1到6的話呢 我就是 反正Sales 1的話指的是第一列 那追的話呢 指的就是它的 它這個變數 為什麼要加3 因為我要從第四列開始 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 假設我希望 讓它可以在這邊 從這一列 我跟你講 這一欄 這一欄是第四欄嘛 對不對 那這一的話呢 它裡面的話是從1 所以如果你假設加了3 就變第4 所以4、5、6、7、8 所以我就跑個回圈 假設我希望在這邊 增加1到6號的話 那我這邊就跑個回圈 這樣 OK 所以呢 4、J等於1到6 所以我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1到6有沒有 然後J 後來J加3的話指的是第四欄 第四欄裡面就放1 就是把1放到D1裡面去就對了 OK D1放1 然後呢 E1放2 E是類推 有沒有 然後這樣的話 1到6號呢 通通都塞到那個 這個上面了 有沒有 1到6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有號碼了 再來的話就是資料剖析啦 那剖析我剛剛講的 那個剖析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不會寫啦 我是用錄製的啦 就是你把剛剛的那個 動作 就是利用那個錄製劇集 把它錄下來 所以你可以彩排一下 因為這個資料剖析 自己寫好像比較沒那麼容易 所以我用錄的好了 所以錄的方法一樣 游標先放在B2 然後Ctrl-Ship向下 選取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 然後一樣啦 就是分欄符號下一步 然後逗點下一步 然後放到哪裡呢 放在B2儲存格 然後按完成 把它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資料剖析的一個劇集了 所以錄下來之後的話 因為這一段錄製 之前我們有做過錄製劇集的練習 所以這個我就不做了 最後錄下來的話 就大概長這樣 把資料剖析 我把它Ctrl-C 然後把它直接貼到這邊來 這樣就有資料剖析了 我們要PO給我看 所以這邊我先把這個資料 Ctrl-Ship向右向下 Delete掉 然後呢 我跑一次給我看看 這個地方的話 資料剖析之心 它就剖過來了 OK 所以資料剖析部分是用錄製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Sup 叫資料剖析 那就可以把資料幫我剖開來了 那最後再把B欄刪掉 B欄怎麼刪掉 其實就可以用Colens的物件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來就是刪除B欄 所以這一段Ctrl-C 然後呢 我們一樣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邊來 放到最後面這邊好了 那如果要刪除B欄的話 就這一欄 VBA的程式很簡單 用到一個物件名稱叫Colens Colens後面跟它講哪一欄 B欄嘛 點Delete就可以了 OK 那最後我加一個叫Colens.AutoFeed AutoFeed就是自動調欄寬 那我們就把欄寬調一下 OK 所以跑一下 這邊 刪掉 然後欄寬自動調整一下 OK 好 那就End了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今天的話呢 最後就是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哦 如果你要重跑的話 變成你要先跑第一段 再跑第二段 再跑第三 第四 第五 總共有五段對不對 那當然啦 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 要這邊執行一下 這邊再執行 那所以呢 最後如果你要把五段呢 把它變成一個 層次的話 那最後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用Col的方式 所以有五段對不對 那我們最後增加一個Sub 叫做大樂透下載 然後呢 用Col的方法 先Col第一段 再Col第二段 第三 第四 第五 全部都串在一起 Ctrl-C一下 然後呢 我們來Run一下 基本上這樣應該就可以 把資料全部抓下來了 我試一下 不過這樣跑可能太快了 我設裝斷點一下 我們來試試看 直接執行 先下載 OK 所以先Col 然後他就幫我清掉 然後把七十二頁的資料呢 就 就逐一的把資料從那個網站上面幫我把它 爬下來 OK 不過這個爬不要花時間 不過也還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刪除不要有力 排序完之後有沒有 刪掉 滿快的 然後再增加六個號碼 六個號碼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Run一下 一到六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這邊的資料剖過來 剖過來 然後最後再把這一欄刪掉 然後自動調整欄寬 OK 完成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 假設啦 如果你不會這樣 你不可能那麼快 可是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剩下就是執行它就OK了 所以你像之前 學過VBA的同學去上班 我說好棒 我一整天的事情 我都已經寫好程式了 我只要把它Run一下 事情就全部做完了 我就很好奇 說那你做完之後 你剩下的時間要幹嘛 就自己的嘛 OK 然後他跟我講了兩個字 他說裝盲啊 對不對 總不能讓老闆知道 你已經做完了 所以剩下的時間就自己的 我說那你要幹嘛 他說我繼續練功嘛 他就繼續在練程式 他把程式練到一個程度 哇 所以他每天的事情都做得非快 後來他跟我講說 老師可是我覺得這工作太簡單了 我想要挑戰更高難 我說好啊 你可以跳槽啊 你心水就更高啦 對 後來他跳槽 心水就增加很多 然後他心水多多少少 他說double 哇 很恭喜你耶 OK 所以啦 其實剛剛你要拿比較好的心水 你也必須要付出同等的 這個算是專業技能吧 OK 那當然啦 如果一個公司 他效率提高了 不是倍增喔 對不對 而是十倍百倍的快速的話 當然一個公司給你兩倍心水 那當然對公司來說他划算嘛 對不對 OK 但如果你速度很 你效率很差 他即便給你再少的心水 他會覺得有點多餘 為什麼你實在是效率太差了 OK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這五段程式 最後串在一起 那我有把我剛剛做完的程式 也通通都放到雲端上面 所以其實就是這幾段 OK 那至於那個像資料剖析 這個我就不demo 因為這個 這個前面好像我們有錄過劇期 所以你只是把那個動作錄下來 稍微修改一下 就有這一段程式嘛 那最後的話 如果想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 再把它拿來做一個延伸 請你告訴我 1到49號到底哪一個號碼的機率最高 並且告訴我他的前七名的資料 到底哪一個 所以一樣 你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工作表 這邊就是那個排名好了 這邊就是那個排名好了 有沒有然後呢 你就可以這邊呢 這邊一個號碼 有沒有然後這邊不是機率 然後這邊就是 然後號碼的話就是1到49 所以你就1 輸入1按Ctrl鍵 像這樣填滿 然後49的話到50停下來 有沒有 1到49號 那機率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是用那個Cornif來做 所以Cornif的話 記得吧 Cornif Cornif我們需要一個大樂透的範圍 就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從B2 一直選到B... H2嘛 然後Ctrl-Shift向下 選到底 Ctrl-Shift... 先B2選到H2嘛 然後Ctrl-Shift向下 然後給他定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叫大樂透好了 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是什麼 開獎101嘛 這個我們現在是大樂透 所以這一個範圍就是大樂透的所有號碼 OK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做排名 那機率怎麼算 還記得吧 用那個Cornif 所以統計類裡面的Cornif 然後我們算什麼 算他們號碼開出來的次數 所以這邊有個Cornif對不對 Range的話直接按F3 然後找到大樂透 大樂透就給你 然後你幫我算一下條件 如果是1號的話 有幾次 324次 所以次數啦 如果你只是要算次數的話 你就像這樣填滿 次數就出來 但是如果你要算機率的話 你再除以 就跟上禮拜一樣 除以什麼 除以Cornif 把它改成Cornif 然後我是用複字貼 然後把if拿掉 然後直接就算一下 大樂透裡面有幾個號碼 把Cornif 大樂透的所有號碼還有幾個 幫我算一下 打個勾 機率就算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改成 1萬次 開出幾次的這種 這個格式 就跟上個禮拜一樣 按右鍵出的格式 把它用什麼 分數 然後以1萬為單位 所以100為分母 然後改成制定 加兩個0 有沒有 1萬 為分母 216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好瞭解 然後向下填滿 再來名次的話一樣 用Rank.EQ 所以插入 這邊的話一樣用Rank.EQ 所以統計在裡面的話 有一個R開頭的Rank.EQ 一樣可以把它查出來 它的機率跟這個範圍 所以一樣選這個 Ctrl-Shift向下 記得把2跟B2的2 跟B50 記得把它加個前的符號 因為等一下這個範圍不能跑掉 必須要鎖起來 OK 然後再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的話可以算出名次了 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一樣 如果我要把前七名列表 列在這邊的話 那這個當然 這邊再加一個前七名 那把它列表的話 前七名要怎麼列 一樣 不然就寫個程式 把上個禮拜程式碼拿來參考 就有前七名了 如果假設吧 你如果懶得用 不然就是有個方法 排序一下也可以 資料裡面 A到D 這邊不是有1到 不過它有重複的名次 有沒有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兩個 第五 第六 第七也兩個 所以可能 號碼 的話會有重複喔 這個地方 假設啦 你們如果用上個禮拜的程式來跑 那可能會發生錯誤喔 所以號碼這邊其實也有 有沒有 有沒有就是這幾個啦 當然前七名的話變八個號碼 那你可能就把這個八個號碼複製 那你貼的話不要貼到 因為你要把號碼要重新排 所以把它重新排完 排序 把它再改成號碼排序好了 然後再把剛剛的複製東西貼 這樣不能貼 所以你可能要先貼到別的地方去之後 再貼回來啦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部分 再做一個複習 就是算出它的機率 然後跟名次 然後還有前七名也把它列個表吧 OK 謝謝 谢谢观看